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其中一人 他非常擅长编故事 当有人类无意间看到外星人 老K就会拿出记忆消除器 让他们忘记刚刚所发生的事 然后编个故事来变成他们真实的记忆 而今晚老K将要送走他那个年迈的老搭档 只见他拿出记忆消除器 帮想退休的老搭档消除了他在部门工作的记忆 爱德华是一名年轻警察 他正在努力追捕一名犯人 但这犯人有些特殊 他的枪非常奇特 从桥上跳下去能稳稳肉地 他也能从建筑外墙轻松的攀爬 当爱德华在楼顶抓到他时 他一边退后 一边说地球的末日就快到了 他的眼珠竟然还会砸 看起来不像地球人 随后便跳下大楼死了 警局里没有一个人相信爱德华所说的 此时老K忽然走进来对他说 你追的人确实是外星人 并希望他帮忙指刃那把奇怪的枪 爱德华满脸疑惑 过后还是被老K带去指刃那把枪 到了一间店里 这个就是把武器卖给外星人的老板 他装糊涂表示什么都不知道 老K见这个人这么不老实 就拿枪把他的头轰掉了 但这个是外星人 头还是长了回来 爱德华一脸就认出了那名犯人的那把枪 随后老K消除了爱德华的记忆 并递给了他一张名片 让他前妻面试 一余常人的他就这样通过了面试 成为黑衣人的一员 代号J 虫族神经暴哨 来地球一定会杀人 为了调查虫族的入侵 两人决定去厌尸房看看是否有奇怪的尸体 厌尸官告诉J 这具尸体没有任何内障 耳朵上也有奇怪的标记 原来这具尸体里面有一个小外星人 他跟J说了一句话便死了 老K过来一看 发现他就是亚基隆王子 觉得事情不妙 在消除厌尸官的记忆后 他们回到总部 发现亚基隆的太空战见着B箱地球 他们来到武器库 但老K只给J一把迷你枪 最后他们便到亚基隆王子 身前所开的珠宝店寻找线索 在珠宝店里 J碰到了那个披着人皮的虫族人 J拿起迷你枪便开始射击 但这把枪的威力太猛 把J认得向后跌倒 但最后还是让虫族人开着拖车跑了 老K联系总部 问亚基隆舰队说了什么 总部表示他们只说 交出银河系 最后老K找到了一个知道内情的外星狗 外星狗说亚基隆王子也是银河系的管理员 银河系是宇宙中最强的能源 如果虫族找到银河系 那将会对亚基隆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外星狗还说银河系就在地球上 体积小的就像一颗弹珠 这人很觉想到亚基隆王子的猫身上 带着一个弹珠大小的东西 一时他们赶到验尸房 此时验尸官发现猫的脖子上有个项圈 挂着眼珠里看起来就好像一整个星系 当老K和J赶到时发现 虫族人已经抢到了猫咪项圈上的银河系 虫族人拿着枪施着验尸官 然后便带着他跳窗逃跑了 老K和老J只好回到总部 此时亚基隆发出最后的通帖 如果地球人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交出银河系 他们就毁灭地球 为了地球的安全 老K和J不得不停伸 前往虫族人可能会搭坐飞碟离开的地方 他们开着一辆比蝙蝠车还厉害的车 穿过了长长的车龙 赶到了目的地 他们连忙拿出武器把飞碟打了下来 飞碟坠落到了地面 虫族人愤怒的走出飞碟 撕开人皮露出真身 这只巨虫瞬间伸出舌头 把他们的武器吞了 老K见枪没了 这次不可能打败巨虫了 于是故意激怒他 让巨虫把他吞进肚子里 果然巨虫被老K激怒了 只见他一口将老K吞进肚子 老K在巨虫肚子里找到了枪 一枪就把巨虫的肚子打爆 并拿到了圆珠 然而完枪的巨虫并没有死 在他准备攻击他们时 幸好验尸官及时开枪 彻底解决了那只巨虫 随后老K表示自己该退休了 而他也找到了接班人 那个人就是J J虽然很不舍 但还是消除了老K的记忆 最后J找来了厌尸官 一起迎接接下来的任务 故事就结束了 希望我电影解说的你们 记得要点赞 关注 评论 分享 我们下一集见